全球汽车业的缺芯已经持续了快两年的时间 在经历过六七月份的缺芯高峰之后 目前来看 芯片荒的趋势还将延续相当一段时间 多哥注意到 早在十月初的时候 世界第四大汽车集团斯特兰蒂斯的首席执行官塔玛雷斯 就在采访中表示 半导体工业链将保持紧张直到明年年底 而在23号 上汽集团在面对投资者询问事业直言 目前全球车用芯片供应仍然存在结构性短缺的问题 上汽自己也要加快芯片国产化正在努力的追进度 而世界权威数据机构AFS则是给出了一个更直观的数据 截至十月九号 芯片短缺已经导致全球汽车减产约353.7万辆 预计全年累计减产汽车将超过430万辆 不知不觉 被芯片支配的恐惧又开始弥漫开来 甚至于连加点殷实的老牌车企都按捺不住行动了下来 比如说在之前吃尽了缺心苦头的长城汽车 21号长城发布了一条公告 内容显示长城汽车掌门人魏建军亲自下场 与长城稳胜科技共同出资成立了心动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而据业内人士透露 这心动半导体的业务范围正式涉及到IGBT芯片 自动驾驶和智能坐舱等领域 在之前 长城汽车在芯片领域的布局其实相当不少 去年2月长城汽车就对地平线进行了战略投资 而在去年年底 长城汽车又与铜光半导体公司签署了战略协议 推动碳化硅半导体材料与芯片的产业化 而在今年的8月 长城控股集团又与江苏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约合作 为的就是给长城汽车旗下的风潮易创 提供第三代半导体的模组风策制造基地 不过 长城之前在芯片领域的布局 大多都是采取向芯片企业投资 或者与芯片厂商合作 这种相对比较稳头的模式 而在21号的公告中 长城不只是突发性的宣布要自主研发芯片 甚至连老大卫健军都亲自下场了 证明芯片问题已经在长城内部抬升到了最高级别 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接下来仍将持续的芯片短缺态势 而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长城自己曾经被芯片荒给整得够呛 芯片荒以来 国内外车企都曾经饱受缺心的困扰 长城汽车更是在这场长达近两年的芯片荒中遭到了毒打 像去年4月 长城汽车遭遇产能瓶颈 波及到了许多的热门车型 甚至于当时都有传言说 长城在重庆泳川和雪水的生产基地都会受到影响 虽然长城官方后来辟谣了 但是在声明当中 长城还是承认了 当时正面临芯片供应紧张的情况 在危机公关中都尚且不能掩盖缺心的困境 当时的长城被芯片折磨得有多难受 可想而知 而在今年芯片供应端并没有完全改善的大环境下 本该是车企发力的金九银石 长城汽车的销量却并不好看 9月销量仅有9.9万辆 同比下降6.4% 全年累计销量也只有80万出头 距离年度190万的销量目标相差甚远 据长城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 长城汽车今年的销量不佳有很大原因 正是在于主力车型哈佛的销量 由于芯片供应不足而产生了波动 很显然解决缺心的问题已经是长城目前的第一要务 甚至于连掌门人魏剑军都亲自下场督战 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 然而尽管重视程度如此之高也确实砸了很多钱 想在半导体领域有所建树 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毕竟完整的芯片产业链 上游材料设备中游设计目前都由国外主导 即便是可以通过收购浅配来实现路径搭建 但是芯片制造从架口设计到最后量产 至少也需要42个月的时间 超长的研发周期以及高额的研发投入 对于长城汽车以及其他力求自主研发芯片的车企来说 都将是极大的考验